大家好,我是九哥 我都现在准备躺平了 怎么说呢 我跟我哥去佛商那边找工作 找了一个星期了 到目前都还没找到 我们去面试了十来家公司了 到目前为止 很多基本上都是工厂 然后也有一些是批发的 做物流的 电子那些物流的 都去问了 我刚刚从外面回到我弟租的房子 这里 我先在这里休息两个小时吧 这里是我弟租的一房一厅 六百块钱的一个房租 在佛山这里 那我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一下 我最近这段时间 跟我哥去找工作的一个情况吧 现在是真的是很焦虑 特别的慌 我们去面试了十几家公司了 一个多星期 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真的没找到工作 每天 就是去刷这个招聘网 上网 然后第二天就去面试 上午面试一家 下午面试一家 嗯 然后 我们去 我们去的都是这个工厂送的那边 距离 就是这里 这里嘛 有 路程还是蛮远的 几十公里 这样一来一去一天 就得一百多 有时候两百多块钱 这个费用 车费 嗯 我们去找了一个多星期 就里面就花了一千多块钱 然后我哥到目前为止 花了两千块钱 这个费用了 从家里出来 重点还是 这个钱是我哥拿我妈的钱 就我妈的养老钱吧 可以这么说 我哥已经是有这个一年半没有工作了嘛 他现在没有钱 收了钱都是花家里的 挺心同的 就是我爸妈的一个养老钱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面对面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是委婉的跟他讲 那 其实我觉得真是太难太难了 我跟他去面试了十多招 这个工厂 还有这个物流 呃 还有这个吴京城 都去问了 他这个人也是有点挑吧 又有点懒 嗯 然后 五千块钱 的工资又 要么就嫌 这个时间太长了 要么就说 这个太难了 要么就是说 这个太累了 没去 后来就去找那些 五金城的 物流的呀 然后他又说 这个工资太低了 又不包吃 不包住 不好 然后这里嫌 那里嫌 一直都没做 像 五金城 还有物流 这些是不包住的 包吃一餐 但是他这个费用不高嘛 这个工资不高嘛 他算来算去又不想做 嗯 然后我现在跟他 跑工厂 我跑得 我也累了 我天 我陪着他去 工作找不到就算了 还要把这个一千多块钱给花了 真想不明白 我好累 心累 哎 然后 现在钱花的差不多了吧 他 我就想 就是今天就 就明天就不要再去找工作了 那找的那些在晚上的 都是一些 第三方的一个中介 不是 不是一些什么厂里面招的 他都是忽悠忽悠人过去的 说好说是有多少钱多少钱 一到那里去 工资真的是三千五四k四千左右嘛 然后我就都没有必要去再找了 我就等下就跟我哥说 让他明天收拾行李回家 再待个一个多月在家里 干点能活多好 要不用花钱 他在佛山这边 每天都是只出不尽 真的只出不尽 心疼死了 那一千多块钱花的 没有一点一丝花掉 都浪费时间 虽然在外面找工作 都不容易 现在随便一个工厂 都有很多人在找工作 像我们去一些大一点的一些工厂啊 一天几千三万元来面试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走的人也很多 就不断的来不断的走 嗯 现在一些工厂啊 他的一个招聘元素 其实也不是很多的 现在在机械化 还有这个什么经济不太好 很多一些工厂也是光门大吉了 还有一些 过几个月都不好做吧 就 其实能有一份工作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哥还要挑 我跑的我太累了 真的花了 现在没钱 也没有充款 这几年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就是 还好我没有没有负债吧 没有买房 没买车 没有贷款 这是最好的 要是真的 是有房有车 就是有这些贷款七七八八的话 真的会累死人 勾腔 活的活 活的 这些都太累了 现在一个快餐 嗯 都要20块钱 就你一天最基本的这个消费啊 50块 就吃的这方面都需要 那一个月就得耗一千五 那你住呢 住我弟这边六百块钱 就已经耗掉两千块钱 那你平常在什么 买水啊吃点什么零食 买件衣服 充花费这些算上来 就没有钱了 五千块钱 没有钱 也没有钱 工作我就没打算去陪我哥去找了 接下来我哥回去之后呢 就把这边的房子退了 我我弟去我爸那边 潘雨那边工作了嘛 我我现在就是一个想法 找工作其实我也挺欢的 嗯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业 然后我又想去做这个送外卖吧 送外卖吧 送外卖稍微 稍微 可以自由一点 然后虽然钱这么不多 但是不自由被饿死 人在外真的是太难了 今年这个 又开始打仗 是吧 像这些外贸啊 很多一些公司啊 都支撑不了了 然后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去找工作也可能真的是太难了 全部全部行业都已经内卷了 我发现 今年外面人还是蛮少的 也在上这个疫情现在 深圳疫情挺严重的 然后广州这边 时不时又来一个核酸啊 时不时又来个隔离啊 东广啊 真的是人心惶惶的那种感觉 一不小心就被隔离了 一隔离 就没有收入了 有最基本的 你吃的都要强 真的是 但是呢 你房族是 不可能说不收的 正常的收 那哪里有钱 现在去大城市工作 尤其是这几年 很难很难很难 先跟我哥谈一下 让他回家说些东西吧 然后到时候把这边给退了 到月底 那我先分享到这里 拜拜